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吵啥? 吵! 未听声都知道这位大马好生气 看样子这里还要是银行 真是要说他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 是不行的 我就是普通话 我叫做普通话 怎么了?我有毛病吗? 你为什么说普通话不吵? 这位大马大骂汇丰银行片 近日在社交网封传 而且这间还要是尖沙咀分行 铺片的网民就说大马是来自内地的 大家都听到他觉得自己说普通话被歧视 所以即场向银行职员咆哮 可惜听不到职员回应他什么 整间铺的客人和职员都停手妄设 尝之大马下一步 我要投诉 我就要投诉 我就要投诉 我不办不办了? 我哪个这样的人 太初年 不能让你们这么期待 如果真的因为语言不同被区别对待 当然要投诉 拒绝歧视包容不同文化 对吧 还有声称是目击者的内地旅客 和内媒讲当日也有外籍人士 和讲广东话的客人 但涉事银行职员 唯独对讲普通话的客人 态度不同 哇!证据确作 当然是看到有人火火了 大批内地网民关注 吵爆说不喜欢香港 又说香港服务一向很差 不过慢着 事件峰回路转 不久又有位内地网民 曝出当日的丑号 说自己在现场目击了全程 或在现场听位大妈说东北话 不是普通话 还说所有流程都很正常 觉得职员办事中规中矩 虽然不太热情 但说普通话也没有被歧视 其实东北话是方言 是否职员纯粹听不明白你说话 产生误会 不是说歧视大妈你 但大家先听听东北话 虽然这条片肯定有演戏成份 但的确很多内地网红 会教大家分辨东北话和普通话 如果连说普通话的朋友 都听不明白东北话 会不会有少少难为银行职员 那大家又相信哪个版本呢?